许多原住民国小生 因为家长工作关系 来到平地学校就读 虽然目前国民小学的 本土语言课程 每周至少都会上一节课 但面对足语师之不足 有些学生只好必须上 闽南语课或课语乡土语言课程 如果那边没有资源教室去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 依他们学校里面 他们有开设闽南语或是课语 他们就会去参加这个课语 所以他就失去学母语的机会了 真的是找不到足语老师吗 议员施兴隆认为 校方没有主动用心聘请足语老师 是重要原因 实际上我们有一些都会区的小学 根本就是请不到足语的老师 并不是学校的校长不愿意去聘请 而是确实是聘请不到 然后小朋友他们的 要学习他们自己本身足语的 这个受教权明显并没有达成 石兴隆发现南投县内平地小学 没有找原住民足语老师情形更为严重 要求南投县政府改善 县府教育处表示 将会向原民会提案 办理足语远距教学 让老师可以异地同步和学生上足语课 弥补私之难选的窘境 那我们也跟原民会去争取 要做一个足语的直播计划 小校联盟 他是透过资车会 然后跟原住民原委会 他们那边的资源 那我们先从少竹开始示范 那就透过几所中心学校 那足语老师只要到其中一所学校 然后透过线上历史的直播 那让不同的学校的学生 就可以去同时上课 县府回应 这项计划最快今年四月启动 现在少竹德化国小事办 如果成效不错 将来会扩展到线内 每一所有原住民学生的国小 让学生都能学习到自己族群语言 记者NOTO 4 采访报导